国军三大特勤队之一的宪兵特勤队向来遵守严格纪律 又号称夜鹰部队却爆发了严重的军纪事件 去年12月一名上市带着三名受训的学员 趁着晚间天色黑翻墙到外面喝酒一整晚 直到隔天清晨点名的时候还不见人影 才发现这起离谱事件 而宪兵指挥部也火速下令严惩 将四名士官兵撤职 队长也连带遭到调职处分 并且含送司法机关侦办 特勤人员也准备实施垂降 警示场所沿着墙面快速垂降 仿佛真实版蜘蛛人 夜鹰宪兵特勤队一身飞檐走壁后功夫 如今却传用来翻墙外出 外在五谷偏僻山区的宪兵特勤营区 去年12月底竟然有名上市 趁着晚间夜色黑带着三名学员翻墙外出饮酒 直到早上迟迟点不到名 这才东窗事发 他们的管制很严 不能出来 虽然是还是偶偶会溜出来 但是最近好像就比较没有了 出来喝酒啊 吃东西啊 照规则本来就离谱 本来就不行了 附近居民说已经不是第一次 爆出违反军纪事件 宪职部决定立刻祭出严惩 涉案四人全部撤职 主官中校特勤队长 事官督导长也因督导不周遭到调职或惩处 本案为当委制裁案件 调查后人员以事成及移众法办 应该是都是蛮精重的吧 对啊因为都都在里面操练了 毕竟身为国军三大特勤队之一 肩负正负总统维安和反恐任务 全身黑衣因此也被称为夜阴特勤队 这回一伙人磨黑外出 真的夜阴行为却成了害群之马 这时全张是会的报道 苏内阁确定总词 立法院下午完成了总预算三读 象征行政院长苏贞昌现阶段任务完成 他前往立院置役后 随即驱车跟蔡总统会面 两个人面谈长达一个多小时 随后他也在脸书上宣布 为了开创新局 再向总统请辞行政院长 请总统尽速指派新的隔魁 预计春节期间继续看守内阁 农历年后正式进行改组 中华民国一百一十二年度 中华政府总一算案 修正通过 周四下午三点零一分 年度总预算案通过三读敲锤 同时敲响的还有内阁改组的警钟 绿委们用掌声和拥抱 迎接劳苦功高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亲自到立法院制议 感谢朝野党团对总预算的支持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送苏贵上车前互相拍拍背 看似离情依依 接着苏院长就驱涉来到总统府 和蔡总统就内阁改组展开讨论 和总统见完面 苏院长在脸书发文 证实自己已经当面向蔡总统提出请辞 请总统尽速选任新格魁 等到人选确定后 就会率全体阁员总辞 以立总统不展新局 院长强调当初九合一败选后 答应留任是为了稳定政局 如今总预算案都通过了 也希望年后就能发给全民 每人六千元的新春祝福 更感慨地说 能有这四年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是毕生最大的荣幸 春节前最后一天上班日 苏院长主持院会 更不忘提醒各部会上紧八条 不改冲冲冲本色 如今苏内阁确定总辞 春节期间继续看守 等到接棒人选出炉 就会正式卸下重担 结束四年 隔魁任期 全国各高中最近正逢期末考 但是北市井美女中 却传出发错考卷的大乌龙 事发在17号 原本社会组跟自然组班级 一贯例历史科会考不同的考卷 但是在考试的当下却发错了考卷 导致自然组的同学 也考了较难的社会组历史考题 12号学校紧急找来了家长 跟学生代表协商 结果决议因为原试卷 一二三类组题型 有九成都相同 唯一不同的只有第41到45题 所以最后这五题 校方决定不用重考 只采集前40题共同题目的分数 计算成绩 终于熬到期末考 准备考完放年假 没想到北市井美女中 在考历史科的时候 却出现大乌龙 原本社会组与自然组班级 一贯例会使用不同考卷 却在考试当下把考卷发错了 事发在17号 全校二年级学生 部分类组大家通通都被发成 社会组的历史考题 等于说自然组的学生 也考了社会组较难的历史考卷 对此同学们怎么看 各自类组都觉得还蛮简单的 我是一类嘛 我就觉得还蛮简单 本来是我们要考比较难 不要扣我分数就好了 他们家分没关系 那印制完了之后是装错了 装错所以就会发错 教方有主动提供了这两份试卷 让我们去确认呢 确实总共题数是45题里面 1到40题是一样的 只有后面5题老师为了要让 社会组学生提升他的能力嘛 所以差比较难 家长会会长出面还原事发过程 表示说其实原事卷 一二三类组的题型 有九成通通通相同 唯一不同的地方 仅有第41题到45题的最后5题 社会组学生题目出的比较难 家长也顺道帮校方缓甲 表示由于在启用108课纲后 在高三前不分类组 社会历史科算固定选修 在上课时数教材和学分都相同的前提下 并没有公布公平的问题存在 应该是觉得赚到的比较多吧 因为整份整份试题来讲变得简单了 校方最后和家长学生讨论 决定不用重考 成绩只采计前40题的分数 让同学如期放假去 解台北综合报道 高雄小港一座公园 有民众目击到一名大人使劲的推邮具 坐在上头的女童像是陀螺一样疯狂的转圈 不过洋躺高速旋转 医师也提醒万一重心不稳 可能会飞出去发生危险 要特别小心 公园里黄色邮具像陀螺 上头女童跟着一起疯狂转转了 小姐姐帮忙推大人在加码 成年人手镜就是不同 立刻拉高转速 亲子同乐但转这么快没问题吗 当然不能像影片那么快 但是如果适当的话是OK 就会注意那个速度啊 脑可能还没有发育很完全 冲回当地类似杯子形状的邮具 叫旋转杯 网友看影片笑说会转这么快 肯定是爸爸带小孩 要是妈妈看见恐怕会火大 其实有一些爸爸的细腻度还是够的 挑战刺激当然可以 但玩的时候仰躺 头部手脚暴露在外面 要是碰撞不止扭伤严重 可能骨折 推得太快的时候 如果重心不稳还可能飞出去 如果他下来的时候 那个耳食滚到半过关里面 会造成他回家之后 还会继续有这个知识性的 一个轩运的问题 旋转杯能训练协调能力 适合两到十二岁孩子 承办人说转速快慢 是主观认定 但建议坐着脚朝下再玩 假使真的遇到突发状况 自己才有应变能力 记者邓明 高雄报导